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师傅的六个秘诀 您可千万不能错过 首先 我们要教您制作老贵阳辣子鸡必须要用到的原料 瓷巴辣椒 在这一步里 祝师傅就要用到两个秘诀 您可要看仔细了 贵阳人对这个吃辣其实非常讲究 所以要制作这道正宗的老贵阳辣子鸡 这个辣椒的选择 对 祝师傅今天一上来就跟我们亮绝活了 叫做好事成双 好辣椒要成双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辣椒会有两种呢 小一点的这种辣椒它要辣一点 它是争议的辣椒 大一点的这种辣椒 它是贵阳花西的辣椒 这种辣椒特别香 然后两种辣椒混合在一起 吃着就既爽口都特别香 现在我们先烧水泡辣椒 我们下面做的这个就是十八辣椒 然后第一种辣椒是蒸鱼辣椒 然后我们再放入花西辣椒 哦 煮几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火关掉 把火关掉 然后再香后泡 然后大概要泡一个小时 这样要泡一个小时 时间不能长 就是要让它自然冷却就好 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冷准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在贵阳 一定做真正的十八辣椒 要用的东西 这叫雷薄 雷薄 对 把它捣碎 现在把它捞进来 我来打下手 水要爽一点 好 我们看这个祝师傅 一直在打辣椒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秘诀 叫辣椒不用剁 但是为什么不用剁呢 祝师傅 因为用刀和搅拌机 剁的辣椒嘛 它没有粘性 然后用雷薄倒的辣椒 它的粘性十足 这样可以让辣椒的香味 和鸡肉的香味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那口感更好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说完了制作 雌八辣椒的秘诀 我们来看看 祝师傅在主料 鸡的选择上 要用到的秘诀 鸡呢 爱运动 也就是说 我们最好选择放养半年 重量在四斤半左右的鸡 来做主料 我们先将整鸡 斩成大小 三厘米左右的块备用 接下来 祝师傅的第四个秘诀 马上登场 所以这个鸡斩好之后 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 就是不用腌制 直接下锅炸 原汁原味炸 对 第四个诀窍 原汁原味炸 同样也是锅热了以后倒油 倒油 好 油温要烧到几成开始吗 要烧到九成 九成 九成啊 九成的油温 它才能够保证鸡肉里面的水分 不流失 或者流失的少一点 保证鸡的原汁原味 温度可以了 我们要开始 炸鸡 当然必须油温要保证非常热 迅速下锅 这样把这个汁水全部锁住 很快一下就 主要是炸外边的这层表皮 好 现在拿好的鸡块出锅 原汁原味来炸 这就是我们制作老贵羊辣子皮的第四个诀窍 接下来祝师傅要用到他的第五个秘诀 五加三个一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注意看一下 就是不现在步骤 油现在几层热 八成 八成热 注意看 现在首先放的是刚才我们已经加工过的这个瓷巴辣椒 对 现在把火关小 这是什么 然后我们下入豆瓣酱 哦 豆瓣酱 对 豆瓣酱跟这个辣椒的比例大概是 一比一 一比一 对 大火炒辣椒 然后呢 小火炒豆瓣 小火炒豆瓣 因为豆瓣用大火的话它会糊涂 对 好这样我们可以下姜 姜 姜要少一点 姜要少一点 大蒜要多一点 好现在我们可以下入鸡 辣椒 辣椒 和豆瓣酱 一比一 一比一 然后和鸡 鸡块 它是一比五 还有一个是什么 嗯还差一个 这就是秘密武器了 番茄 放番茄 放番茄 番茄要切大块 这就是您的那个 对 诀窍了 这是秘密武器 大块的放进去 对 然后现在我们加水 加水 加水的量 水和油 差不多刚好和鸡块 磁瓶 这个就是小火一直煮的 嗯对 然后调味 糖 少许 盐也是少许 盐少许 要盖盖吗 不用 不用盖盖 就等它这样蒸发 高压锅 嗯高压锅压制 这个放高压锅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往高压锅里面倒的时候 还是能够感觉到 这道菜汤还是很多 这就是我们的秘诀 这就是我们的秘诀 这就是今天我说的 第六个秘诀 第六个秘诀 这秘诀是什么 带汤汁的腊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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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的香 辣的爽 辣的跳的 辣的最正宗的 老贵羊辣的鸡 我们把这套菜 奉献给美食建议们 这样放养的鸡呢 它的味道特别好 因为鸡肉含量多 脂肪少 另外经过两种辣椒 一调以后 就显得非常 这个风味更好 这款菜的主要特点呢 是它选用的辣椒 一个起到香味 一个起到辣味 那么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呢 是非常非常好吃 炖鸡烤鸡烧鸡 我都能做 但是今天这个师傅做的 用辣椒炖的这个鸡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回家也是 我们看看美食建议团 最后给出几个大拇指 八个 好不错不错不错 恭喜你 在明天的节目里 南部队的阿秋 将为您献上 真菌满花糖 想要做出这道 既营养又美味的菜 里面有一个关键步骤 精彩内容 尽在明天的天天饮食